今年初英特尔抢单台积电的老客户阿尔特拉 不过现在业界传出了这个大客户回心转意 他们找台积电来追加20奈米的产能 如此一来先进制程就会面临报单的情况 因此一般预测最快明年第二季 台积电就会展现出强劲的业绩爆发力 台积电20年老客户阿尔特拉 今年初把14奈米FinFin代工订单转给英特尔 让董事长张忠谋在法术会公开表示遗憾 不过业界又传出 由于英特尔14奈米进展不如预期 阿尔特拉近期回头找台积电追加20奈米产能 使得先进制程面临报单状态 大客户回头找上门 显现面临英特尔等强敌进逼 宣告成功突围 尽管台积电不愿对传闻多做评论 只强调公司要用20奈米的经验 缩短16奈米学习曲线 采取稳扎稳打策略 比对手还要更加稳健可靠 除了稳定军心 另外预计12号举行的供应商大会 半导体设备商透露 台积电到时将宣示加快20 以及16奈米月产能要冲到11万片 在这么短时间内拉升这么大产能 可以看出台积电真的是被水一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